二爷侯杰住了小店 听说了一件奇怪的事 旁边这位大财主 让风水先生看了 小店后边盖个子孙台 他们家就能有后代香烟了 这些姓张的大家伙一商量 在这给人盖一厕所 二爷心说可够损的呀 这个张六瞧着二爷 嘿 老爷子 不但当厕所 大家伙逼着我关店呢 好吧 二爷不再往下说了 喝够了酒 把这一馒头吃了 把拉一吹 坐这盘膝打坐 这张六呢 躺去就着 哎呀 二爷侯杰心说这些人这么损 把子孙台改厕所 看起来这个张立是为父不仁啊 他肯定把本族姓张的权对得罪苦了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的话就是一家保暖千家院啊 可也是 整个村子 整个村子 全村人都住土房 就你们一家住瓦房 招了中怒了 得嘞 我行侠一辈子了 我到底要看看这个张立是个什么人 你要真是好人 我就劝你团结本族 散播分宋 结意相邻 又倒是众怒难犯 二爷想到这儿 一瞧 这张六沉睡如泥 老人家就下了地了 把后门打开 侧身经出去 关好了后门 一看 碧天如洗 这时候 天交二骨了 二爷呀 往西边一瞧 西墙是个大车门 东边是牲口棚 再往北 熟记家的炸脸 哎哟 这就是子孙台 这味都出来了 嘿 再看 旁边是两丈多高的大墙 二爷一把腰撑 就上了墙了 然后飞身形上房 手搭梁旁 往四下观桥 只瞧在大瓦房里 灯光闪闪 人声笑语 二爷往各处窥探 就奔了客厅 在这客厅房上 就听见屋中 算盘桌子响 再往北屋里一瞧 灯光四射 高挂竹帘子 二爷趴着中紧 往这北屋 仔细瞧 迎面是嫁接案 前边是一张八仙桌子 两边是太师椅 就在上手 坐了一个人 看这人的年纪 也就在四十岁 长得好 面如古月四方脸堂 五官端正 满脸的正气 浓眉阔木 鼻子口方 身穿蓝衫 一条大便子 乌黑乌黑的 脚底下是薄底 福字旅鞋 闻邹邹的 就好像是个 教书的先生 这个人坐在这 等喝茶呢 态度安详 满脸忠厚 从面容上 二爷就能肯定 这个人不是奸诈之徒 侯杰心说 这个可能就是主人张力 我呀 再到内宅看看 二爷腾声而起 奔了内宅了 到了内宅 就听见东软 烫烂烂 好像有金气铁骑 碰到桌子上的声音 二爷一愣啊 这内宅住的都是女眷 怎么能有这种声音呢 声音从哪出来的 由大北屋出来的 不成 我得下去看看 二爷望下一纵身下来了 脉步上台阶 拿着手指紧 把窗户纸 弄了一个月牙口 秒一目望立一瞧 二爷是大吃一惊 就瞧东山墙上 有五个钉子 拴着五个皮套 当中间这钉子 吊着头发 旁边呢 两个皮套 拴着两只手的手腕 还有两个皮套 拴着两条腿的脚腕 墙上给绷着一个年轻的妇人 肚子已然成形了身怀路甲 就在脚底下炕上 放着一个竹板圈成的油布盆 这是接血用的 炕上呢 还放着一个皮夹子 已然打开了 里边插着小刀子 小茧子 小钳子 小镊子 就在炕下 站着一个老婆子 五十多岁了 满脸的横丝肉 两只抹着脚 手里头拿着一把牛耳尖刀 正要上炕给这个孕妇 开膛破洞 二爷明白 盖什么的 盗取婴儿子和车 侯杰心说 看起来这个财主张力 祖上英公父母的德行 他自己为人忠厚 让我二爷赶上了 侯二爷推门就进来了 婴拿咽雀呀 怎么你老婆子能打得过侯二爷吗 他连知道都不知道 二爷望上一扶 扑通一声 就把这老婆子摁地下来 把这老婆子捆了个接接湿湿 把这老婆子吓坏了一瞧 二爷 哎哟 说实话 不然的话 我就宰了你 这老婆子是谁呀 为什么要盗取婴儿子和车 咱们前面说过 四川建山旁来岛 在山外头白龙江东岸树林子里 有座大庙叫玉皇冠 这个贯主姓华名徒自量语 他有两个徒弟 大徒弟是咱们刚刚说过的 醉仙桃金斗金玉公 是个大贼 二徒弟呢 家住河南卫辉府洪家寨 姓洪明林 自远泰 人称镇巴州翻江海鬼 咱们后文书会提到他这二徒弟 这画头啊 真不是东西 他养着六十多对老夫老妻 让他们专门到全国各处 盗取婴儿子和车 娶一胎男婴这衣包子连他母亲就是两条人命啊 拿回去 他好做这蒙寒药 现在 张丽的夫人身怀陆甲 着急呀 张丽多少年了 就没个一儿半女的 所以这位夫人怀了孕了 每到初一十五都到小张庄 东北方向泰山观去拜佛 祈求天赐灵儿 他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 所以一个人是走着来走着去 这天哪 这位夫人烧香完毕出庙了 迎面来个老婆子 手里滴着小包袱 上一眼下一眼 打量这位夫人 这位夫人 外边的事情懂得太少了 他一看这老太太打量自己 他老琢磨自己能不能正常生育 他就问 老妈妈 您瞧我干什么呀 哎呦 小娘子 你怀的可是男胎呀 你可得好好保护我 啊 老妈妈 您认胎 那可太好了 您瞧得准吗 哎呦 老身我可瞧了一辈子了 恕我直言 可惜呀 你得胎是好胎 就是胎位不正啊 这个夫人呢 正是张力的儒夫人 盼着给丈夫生个儿子 回南胎 胎位不正 可吓坏了 呦 老妈妈 这可怎么办呢 别害怕 老身呢 我有安胎水 喝一点啊 你就能保住胎位了 啊 胎呀 就稳住了 那老妈妈 您能不能记得心好 拿出你的安胎水来 让我喝一点 哎呦 小娘子啊 你怎么这么性极 这安胎水呀 老身我可没带着 在家呢 小娘子 您在哪住啊 啊 老妈妈 我婆子姓张 离死不远 小张庄 您到村子里一看呢 别人全都住的土房 就我们家住的高大的瓦房 最好认了 您哪 可以上我们家去找我 请问您贵姓 老身我姓刘 我告诉你 我喜欢清静 不知道 小娘子你身旁 有没有闲杂人等啊 如果人多了 我是不愿意去的 再说 这种安胎水呀 喝的时候 最好心静 旁人不准多说话 老妈妈您放心吧 我丈夫呢 老在书房休息 我身旁只有一个婆子 两个丫鬟 而今天一过呢 他们就都各自睡觉去了 屋中只有我一个人 那好吧 今天晚上定今天之后 我就在贵府门前等候 您哪 派您的贴身婆子 出来把我接进去就行了 好好好 老妈妈 我一定派老婆子去接您 两个人商量好了 分手了 这位书夫人马氏回到家中 并没跟丈夫张力提 好到晚上定今天 马氏呢 就叫自己贴身的婆子 娘家带来的放心呢 到门前等着 果然这位刘婆子来了 不但来了 后边还跟着一男的呢 这个男的是他的丈夫 姓梁叫梁才 刘婆子跟这梁才商量好了 两个人一块来 让这梁才呢 在张力他们家门前等着 四经天 把他接走 所以说这个刘婆子 到了张力门前 马氏这位老婆子 出了一接 就把他接进去了 到了屋中 马氏是殷勤款待 不到二经天 马氏就让自己贴身的婆子 跟丫鬟睡觉去了 这刘氏一看时候到了 把药水就取出来了 小娘子 你把这药水喝下去 你得胎 准能稳住 睡一觉就好了 哎哟 那我可谢谢您了 刘婆子往前一滴的小瓶 马氏夫人接过来了 真着急 把这瓶子打开了 一扬脖就喝了 喝下去 可就一迷惑不省人事了 刘氏这手脚真麻烈 在山墙上盯了五个钉子 说好了皮套 立刻就把马氏的衣服给脱了 就留起一个小裤衩 把他扶起来 顺强一举 两只手拴好了 把两只脚拴好了 把他的发际给拴好了 这刘氏 就用这主板跟油仇的做了一个盆 把这羊皮套袖太好了 羊皮袜罩穿好了 系着围裙把皮夹子打开了 他伸手拿这匕首 这真是苍天有眼哪 没想到手一吐了 这匕首呢就掉了 碰到这桌子腿了 就这一声响把二爷侯杰引来了 把这刘婆子给捉住了 二爷一问这刘婆子下坏了 实话实说 我再问你 什么人给你打接影 什么时候来 哎呦 我的老爸给我打接影 叫良才 四经天一过 他就来来来来 就在外头给我打接影 现在他藏哪 我也不知道 嘿 侯二爷 撕了这婆子的一条衣巾 一捏他鼻子 就把他嘴给堵上了 二爷转身出来了 一叮了腰上房了 尤打房上往前来 一直到了正院子 尤打房上下来了 到了客厅门前 一条连笼进来了 可怕张力吓坏了 抬头一看一个矮身材的老头 正光挖了一大兔子 两只眼睛射出灯光 光滑耀眼 这张力心说这老头子是老贼头吧 哆了哆嗦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哎呀 好坏爷爷您饶命您饶命 您缺多少盘缠 只管您说出来 小子我一定办到 只求您别杀我呀 嘿 你是张力吧 起来起来 你可别把我当成 陆林中的强盗 我是行侠上义之人 哎 张力多了多说起来了 老人家 您到我家中来有事吗 你呀 赶紧派人到内宅 把婆子丫鬟叫起来 先把你的儒夫人救下来 他要是不行啊 你就用凉水喷他 穿好了衣服之后 再叫男仆进去 屋中捆着一个坏老婆子 把他递了到前院 好好看着 老丑 在此等候 你马上去办 哎 张力扑通跪地下 又给二侠磕了一头啊 然后站起身形 带着人到了里院 就把婆子丫鬟叫起来了 到屋中一看 张力吓傻了 先把马仕放下来 给他穿好的衣服 用凉水给他喷醒了 马仕可哭了 张力一问 马仕把事情一说 张力叹了一口气 让家人进来 把这刘老婆子 递着到院中 把他所有的东西 全都拿到院子里 派人看着他 张力呢 来到客厅 跪倒在地 就给二爷豪杰磕头 老人家 蒙林大舅啊 两条人命 嘿嘿 张力啊 你起来吧 我告诉你 可外边还有一个呢 这个贼婆子 还有个丈夫叫梁才 天交事故来打街影 怎么办吧 你拍四个胆大的家人 随着老乔 去捉拿这个老贼 哎 您怎么吩咐 我怎么听 张力挑了四个小伙子 侯二爷带着四个人 出了大门口 把门关了 二爷侯杰带着四个人 就在门槐后边藏着 四惊天一过 这梁才 鬼鬼祟祟还真来了 二爷 沧下窜出来了 梁才 你还不打官司吗 啊 这梁才知道坏事了 墨头 撒嘴就跑 二爷能让他跑吗 叉叉叉燕子 三潮水追上去 啪一脚 就给这小子 踹出一溜滚去 四个小伙子 过去就把他捆上了 然后抬到家中 关好大门 二爷来到客厅 张力 老人家 请您吩咐 张力 明天天一亮 你让管家拿着你的名片 把这个男的 把这个女的送到该管地界 把他们的凶器也交了 叫他们领国法授王章 我一定按您的吩咐办 您坐下 二爷侯杰 这才落座 张力派人献上茶来 就问他 您今天 怎么能正好到此 二爷侯杰 采通了姓名 把叶寿张家小店 听说的事 都跟张力说了 要没有这层关系 我能到你院中来吗 恰巧呢 把你的儒夫人给救了 张力 我想 你可能是为夫不仁 所以我才到府中探视 我呢 是高来高去 行侠上义之人 我想劝你 劝你结交乡里 室院同族 可是我暗地里一看 你为人忠厚 是不是你得罪乡里相亲 得罪您本家 是一家保暖千家院 张力叹了一口气 老侠可爷呀 您是有所不知 现在 我就请您 香烫沐浴 到我家的祠堂 去瞻仰我的先祖 您就知道 我张力 是何如人也了 来人呢 准备沐浴 家人把浴室准备好了 张力亲自陪着 宫请老侠可沐浴 等二爷侯姐沐浴完毕 家人 手提着宫灯 红色的宫灯啊 二爷侯姐一看 张力让家人 手提红色宫灯引路 看起来 他的先祖不是一般人 张力用手一指 老侠可 请您随我来 二爷侯姐跟着 家人提灯引路 就这样 穿过越岭门 走过游廊 来到本寨东北方向 二爷侯姐一看 这地方真不错 圣在松竹很幽静 在北边 有一座殿堂 红木的隔闪门 红木的窗户 雪白的窗帘纸 五脊六寿 斗骨虫颜 跟着张力上了 五层台阶 张力亲自 把门轻轻打开 里边戳灯 闭灯 全都点亮了 哎呀 二爷侯姐再一看 可了不得 一进门 两边要查解 二爷心说 既然到了人家祖先堂 拜军人可不礼貌 一伸手呢 就把军人摘下来 放在旁边的查解上 跟着往前走 到里边是黄布的漫帐 掐着黑边 二爷侯姐过了头到漫帐 往里边再一瞧更讲究了 翻床吊卦 里边又是一层漫帐 白林子湖棚 四百落地 正当中是个大神龛 黄银段子翻门 依然调起来了 正当中 宿着一座神像 比真人稍微大一点 神像是紫薇薇一张大脸 微掌压耳豪 两道浓眉 一声闭目放光 准头端正 四字海口 满步求然 十分威严 头戴堂金 身穿黄袍 厚底巢靴 右手碾人 左手放在腿上 就在神像的上手 素着一个童子 手拉缰绳 拉着一头小驴 这头驴 毛发趋黑发亮 黄色的龙头 七层粘子软片 两只铜铃 香牛皮的凳绳 一巴掌宽的皮肚带 一巴掌宽的皮坐丘 紫檀木子驴皱块 下锤手 还有一个小童儿 怀中抱着一口刀 绿沙鱼皮翘 香珠欠宝 刀盘是个龙口 刀钻是个凤尾 二爷侯杰看着奇怪呀 就在这时会儿 只敲张力静手上香 然后站起来 落下口 这是我的祖宗 大唐人士 姓张 铭鼎 自重坚 风尘三下之重的 求良光 哦 二爷侯姐 这回可明白了 咱们爱听评书的听众 大部分 可能都听过随堂演绎 张鼎张中坚 在江湖结交 三元 李静 李要师 红府女 张除臣 这个红府女呢 是随朝越王 阳素府中的侍女 手持红佛 在阳素身背后一战 三元的李静呢 是越王府内的墓兵 红府女 十分羡慕李静 异胆侠心 武艺朝群 所以就结交了李静 两个人结为密友 双双离开了越王府 踩踩江湖上 认识了张鼎张仲坚 那么这个张力 他既然是张鼎的后人 为什么得罪乡林呢 下回再说 下回再说